去菜市場買魚 他看到這條魚也是跟魚說 妳最特別 妳是第一 讓我吃了妳吧 他每一個都是他的唯一 我跟直銷大會一樣在催眠他 我說妳是最棒的 可是我們可以跟 同時跟一群女生曖昧 究竟有哪一些手段 我們今天要公開 讓大家小心 一條來 好 手段大公開 妳最特別 妳是第一 這個海王都會讓大家覺得 妳是唯一對不對 子群 只要講到妳最特別 妳是第一 我就會暈船 妳也太容易暈船了 我聽到妳是特別的 這個跟別人不一樣 我就覺得我真的是特別的 這種讚美很廉價 很廉價嗎 可是我很少聽到這種讚美 可是每天都跟我講 我是唯一的 他看啦啦隊以後他又忘了 他每一個都是他的唯一 我跟直銷大會一樣在催眠他 我說妳是最棒的 最棒 很棒 非常棒 可是海王 他每一個都是怎樣的 這很像一種邪教 對不對 邪教 多遠是邪教教主 可是海王沒有講得那麼硬 他是會講得很深情 我遇到的那個海王 妳叫做戀愛腦 暈船 對 算是有一點 就是他會對妳說 妳很特別 妳很漂亮 而且海王我覺得他厲害的是 他會對所有的人都這樣稱讚 就是對妳 甚至對阿姨 就是妳覺得他不會稱讚人 他也會那樣子稱讚他 然後妳就會覺得自己好厲害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倒垃圾的時候 巧遇一個我經常聯絡的海王 然後那個時候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夾鯊魚夾 然後穿藍白兔 我本來想要迴避他 結果他竟然跑來跟我說 妳好賢慧 妳竟然來倒垃圾 我以為妳是不會倒垃圾的那種人 像妳這種就很值得取 很賢慧 我真的很想把妳取回家 然後我聽到這個 我就覺得 亦亂起迷 取回家是一個 另外一種稱讚吧 就會覺得 我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很特別 同樣這一句話 如果是海產對妳講 對啊 他說想把妳取回家 我想把妳取回家 妳會把妳吃的海產 通通吐出來嗎 海產的話我不太信 海產就是 這就是妳的目標 它就是妳的力競膨脹 等一下留下通訊軟體 我等一下一定要跟妳要通訊 我一定要開始發訊息給妳 我跟妳講 特別的不是妳是我 我特別喜歡妳 我不是不喜歡海產的長相 是以前年紀小的時候 會覺得我的條件 應該要180公分 所以並不是覺得海產不好 不是外表不好 海王不在乎身高 海王是用他的真心誠意 真心誠意 暖心 讓你耐力 貼心 來 繼續妳的故事 但是就是因為被那個男生 這樣一講之後 我就覺得 他是不是喜歡我 然後也是我的菜 所以我就會比較常回他的訊息 就會一來一往 然後也有可能會出去吃飯 出去逛逛 但是久了之後 這個人就會無消無息 就會 然後就會讓我想要找他 我覺得海王最恐怖的就是這樣 把你撞撞了之後 然後你回應他了 然後他就不見了 然後就開始 出現在別人的那種社群軟體裡面 千萬不要被海王這種話 然後就受影響 因為他對誰都這樣 他去菜市場買魚 他看到這條魚也是跟魚說 你最特別 你是第一 讓我吃了你吧